這有特別的燒爬店 你有什麼想法 通常我會先烤1比1美花豬 因為它本身比較多 因為你看它其實 手的速度還滿快 因為你和牛嘛 和牛 14 15 哇 16顆雞心 我們用100塊就可以買到16顆雞心 味道味真的有香味 真的 直接夾起來 我真的超感 歡迎來到園兵的美食旅遊記 園兵現在開的新單頁叫做 跟著名人吃美食 邀請了很多名人帶著園兵一起去 尋找美食 所以是邀請誰呢 現在跟著我園兵的小父子來去找他吧 走 哈囉 家好 這是 名人就是 基隆系列區 市議員候選人 李家好 嗨 大家好 那晚上你要推薦我們哪一家美食 是我覺得目前在基隆 所有的燒爐店裡面 我覺得是數一數二的 我非常推薦 那也就是介紹給大家這樣子 就是你那麼年輕 然後已經自己創業 也當了一個術業公司的執行長 那我們好奇說 為什麼你會在今年參選基隆市議員 其實我自己本身從小在基隆長大嘛 那這三十幾年 以前很多很新生的產業全部都消失了 包含像是貨運業啊 還有漁業啊 那我們目前看到基隆其實還是有一絲絲改變的機會 那我們希望說趁這個時候 如果有機會的話 到市議會裡面 把這樣子的一個真實的聲音 傳遞給市政府 就興趣來講的話 田楊是一個重點 我蠻好奇說 你對田楊的觀光 也有什麼跟自己的想法 像是例如說 我們知道國外他常常會有夜旦四集啊 或是最近一些草莓會被揚揚的禮太苑 那萬聖節的活動也都可以辦 那基隆其實很欠缺的就是一個 所謂的影頭羊 我們把一些活動 把他指標性的把他辦起來 然後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基隆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光光很好的選擇 現在很期待晚上的聚餐 那我先點個咖啡 我們等晚上好好的平常騷擾 剛才雲咪吃完下午茶 現在搭了車來到神奇路 來到夏浩介紹這家散跑店 整個很有風格 我現在很好奇 想要比較好稍微介紹一下這家店 其實我平常自己休閒的時候 是很喜歡吃美食的人 因為這間店就在我家附近 但一直時時沒有進來 因為從外面看也覺得裡面很神秘 然後也不知道說消費怎麼樣 那有一次姻緣祭會就剛好有 路過剛好老闆的門口就進去吃了 然後嘗試過後發現其實非常的優質 那這件事我覺得是基隆的價位 但是有台北的品質 是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推薦的一點點啊 待會就帶大家來看一下什麼 我們來進去看一看囉 走吧 走吧 對嗎 所以家老你有推薦什麼樣的必點的食材 我每次來這邊的話 大致上我都會點一比一竹樂條 就是基本必點 然後還有就是它的機器 因為它機器是去谷的 所以有去谷的機器是必點 你會點和牛嗎 和牛 其實我通常都是要有特別的朋友來 才會點和牛 那今天既然你來了 就看到沒問題 太感謝了 那這邊白飯是必點 有什麼原因 覺得這好吃嗎 為什麼 因為它是用月光米 那我個人其實吃便當 我都是很挑便當店的白飯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是很經營剔透 我這個其實稍微配角都可以吃蠻多的 有時候朋友來女性朋友他 不吃白飯都很喜歡 我朋友來其實他也很喜歡吃那個 他的蔥鹽飯 那蔥鹽飯是有拌蔥 然後裡面還有一顆聖蛋黃 也是蠻好吃的 那另外很特別的是他的海鮮煎餅 燒肉店可能大家一般就是會點燒肉 但是他的海鮮煎餅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待會我也會點 然後另外就是他的泡菜 我覺得他的味道是酸甜適中 然後也不會到超級辣 那我們現在等食材上桌 然後再好好聊你對這家店的一些推薦 剛好 你有推薦怎麼吃吧 因為以前好豐盛的料理 你有怎麼推薦怎麼吃 通常我會先烤1比1美花酥 因為他本身比較薄 因為你看他其實熟的速度還滿快的 了解 而且其實1比1主他是本身不用烤到全手就可以吃 了解 那另外我是個人滿推薦機芯 因為他其實機芯一份是100元 但是他的份量滿多的 今天這一盤機芯才100塊 那我們數一下他有幾顆 14 15 哇 16顆機芯 我們用100塊就可以買到16顆機芯 是不是一定要來吃吃看 因為辣味真的有香味 真的 對就是他會多一點香味 就是層次在上一層這樣 本身就是BBQ醬加辣味蒸 然後旁邊就是這個蒜泥 然後我蒜頭也是加到包 直接加起來 好 好 然後辣味蒸 嗯 喔這個超讚 嗯 要配口白飯 這間這麼好吃的燒烤店 這個特別的燒烤店 你有什麼想法 主要是因為我們平常其實要去這種店 我們通常印象都是要到哪裡去 那基隆其實比較多的店都是吃到包 嗯 那說真的這種品質的店其實在基隆我們 一般是聯想不起來 基隆人並不是說 真的養不起這種店 他也很多的店家在努力說 要把台北的品質帶過來 而且這個價格是 相對台北來說是比較親民的 所以我覺得 我們身為基隆人其實要多支持在地店家 然後多多拿去一個比較好的優質的店 那也是支持他們多多去消費 對 那就是 享受生活以外 就是也振興整個店家的經濟 哇圓兵的頻道 剛剛竟然變成你家好的頻道 沒關係 教我那麼帥 他一定會幫我增加一些點心素 那下一集的 會有哪些名的 帶圓兵去吃美食的 讓我們期待吧 歡迎大家追蹤 和按讚 分享圓兵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